剧集福尔摩斯奶正在热播当中 这天一众演员包括陈伟 徐荣 庄思明 陈寅 江嘉敏 以及黄颖君等现身菜市场为剧集造势 剧集最近播出了陈伟 山陈寅耳光的一幕 这天活动上他们也有再次重演这一幕 不要看陈寅被伟哥山巴掌仍然笑容满面 但其实拍摄时陈寅很紧张呢 我到仙强的时候呢 有点怕怕的 然后伟哥就跟我说 放心 我已经很熟悉了 不要担心 然后对 以后我就觉得 然后其实伟哥非常的疼我 他一点都不痛 然后其实拍完我还觉得可以大力一点嘛 那相信伟哥其实是不是有点技巧 其实有点技巧 就是刚好在皮 就外面这样子 哦 对 从后就是这样子 我这个摸着不会痛 不是这样打下去 这样子打就不会痛 上次拍《生攻击》的时候 那个《无数指导》教我的 他说平常都是摸击机然后三二一打嘛 其实在三二打的时候他就没有防闭了 之前就应该的 对 所以那个反应就会很真 除了伟哥山陈寅耳光之外 另一场陈寅和江嘉敏在床上谈心的戏份同样备受关注 虽然两位都是女生 但拍摄时依然觉得很尴尬 那一天呢他真的很安静很安静 为什么因为其实镜头在我们真的很靠近 这样说话的 然后他就变唱他吃什么我吃了什么 大家都不可以 都闻到 然后他那天就是很低的声音 很温柔的跟我说话 然后我就觉得原来他也未有这一面的 所以他是个很温柔的小女孩来了 其实我跑我口冲冲死你而已 是不是跟女的拍这种戏份呢 就是真的会比跟男的拍会尴尬一点 其实跟男跟女也是会有一点害羞嘛 会吗 真的会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因为很小跟不熟的人在床上一起聊天 除了妈妈还有妹妹之外 其实跟朋友也比较小一点 所以有这些情况出现的话 其实会真的会尴尬或者有点害羞 福尔摩施奶掀起全民敬猜 谁是开堂手的热潮 徐荣表示他的两位小朋友也是忠实观众 哥哥有看 妹妹有看一点 到了那些heavy的位置 我就关掉一下 就是害怕 因为他会相信是真的 对 哥哥就明白是拍戏 所以就会避一避 那哥哥有猜谁是开堂手的 有啊有啊我没有给他说 我叫他自己猜 对对对对 那你的男朋友一起看吗 有他跟我一起看 可是他没有猜 他只是看我演的好不好 那他还满意吗 他说OK有一些场口 我觉得自己做的不好 然后我就这样 不要看不要看 然后他说没事 我觉得还OK啊 我可以看得到